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因为我们用手工来制作 我们是潮州人 我们家的糯米饭是以蒸为主的 它是白色的 而且有花生 所以有咸的 有一小部分是甜的 因为在阿嬷的时候 真的还是有很多家在卖糯米饭 自我所知 大家都是有咸的跟甜的 很少数的人会这样吃 他们通常会说我不要餐甜的 我就是要单单吃那个咸的口味 不过对于我来说 如果我没有甜的那个糯米饭 我是吃不下去的 很多人也是问我 为什么他们认识的糯米饭是黑色的 那个就是福建人做的糯米饭 通常就是在小孩子满月的时候 他们都会就是吃的 那个虽然也是真的 不过它主要是拿来炒的 福建的糯米饭 它会比较注重那个重口味 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是放 黑油 然后有香菇 有腊肠 或者是有时候可以用到肥猪肉 还有虾米 从无人下来 就是买它的糯米饭 为什么 特别好吃 已经找不到这种古老的味道了